好,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GPD的Win2游戏评测视频 游戏呢,我们选择的是一个很经典的单人战役游戏 叫做泰坦云落2 那它是第二部,我们的GPDWin呢,它也是第二部 第二部呢,我观察了很久,做的确实不错 我拿来玩了很多大型的3A游戏,也确实不卡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就来实际测试一下 选择这个关卡呢,是我们到达圣柜那里之后 诶,看,大家看,是不是加载的特别快啊 它用的固态硬盘确实还是很快的 好,我们这一关呢,是一个跑酷的关卡 跑酷是泰坦云落2,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没有跑酷的话,这个游戏很多要素就做的不是特别完美 好,这话不多 对啊 这太冒险,去想被人活跌 盯着大英雄,你有我的东西,我要你把它换给我 换点,叫你的泰坦打开 打开 好风密波 哎,那么想当英雄吗 我靠这本红约赚了不少钱我的朋友 告诉你的海滩 它再不打开 我就让你脑袋开花 铁鱼陷入危机 视觉系统达到临界 无法利用视觉招到铁鱼 这样的正好 看到它了没 在这里在这里 看到它了没 功能 收 烟 烟 烟重冲击烧 不想损伤多严重 我知道这里面 还有些东西能够运作 快打开 我让我让你的天狱 等待开花 你还记得数字不是吗 我说数到三 一 三 没那么难吧 对吧 是啊 小队就是这样 要不一起 要不一起死 小心 就没问题 gosp 没有 这 不是 没问题 这 就是 就 这 在 里面 这里我们就暂时晕倒了 好,现在我们就幸存了 他们也没有杀我们 不知道是觉得没有必要呢 还觉得我们现在做什么 都是一种徒劳 这种工具柱里面是什么呢 右边是一把智能手枪 大家都知道太坦鱼录里面 破坏游戏平衡的一把枪 自描锁头强的一批 而左边呢是一把骇客电子刀 所有电子产品都能通过它来骇路 中间呢是BT7274的智慧核心 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数据给它转移 就相当于一个内存的一个功能 好,现在就到我们的 好酷时刻 好了,开始了 所有飞机员任意射击 上位,昨天记号了没 我发现一些东西在线合物 无法确认 你确定你有他们的会计 三条信号,我得跟他们联络 行为官,知道了我们的未认了 打下了BT7的资料可信 已经知道了CV公平出了 诶,换蛋还要去 说到了,还闭 这把枪呢,它的造价很昂贵 听说它的每一颗子弹 都相当于一个导弹的价格 所以这把枪不在铁鱼的生命危机的时候 它是不会拿出来的 好,我们不管了 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候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机型而成型 现在拯救世界的救救我们了 祖博铁玉 准备将开展降落 哎,做够 哎 好吧,因为要录视频 所以操作失误了 没事,这里我们才再重来一次 好,全部包头 来吧 一句新的太太 军 好,让我们登机吧 好,这里我们就随便检测一下 好了,那今天太太云录的这个测试视频 那就到此结束了 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 十分钟评测一个游戏也够了 这个游戏机呢,做的相当不错 它的做工绝对对得起它的价格 大家看 下面是键盘 这里呢,是它的手柄 而且因为我这个买的比较早 所以它是一个震动的版本 有震动的版本 哎,不管有没有震动啊 说实话 这游戏机做的做工是相当的不错 玩起来也很舒服 它相对于一代来说 它的散热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二代至少我都没有改散热 但是玩到现在呢 却十分的舒服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也没有从来没有热关接过 相对于便携游戏机掌机 NS来说 虽然老任成定它是一个主机啊 但我们还是把它当一个掌机来看 相对于NS来说呢 NS 因为大家都知道 NS现在第三方的游戏呢 确实都可以算是一些 四三级的游戏了 而且大作游戏 很多炒冷饭啊 完全不是那么舒服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入一个 这样的游戏机 必须大家知道 如果你想玩微软游戏的话 其实好多游戏都可以不用出钱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入一个正版 对 正版才是对厂商的一个支持 好 那今天的这个评测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 谢谢大家的观看